大家說以為就是 民眾森林公園這邊步道很好走 沒有它有一些就是比較山頂的路 其實都已經坍塌 不是坍塌啦 就是大家其實都有在修步 可是我們基本上都是走這樣的路 我現在是往下走 所以比較有時間可以錄影 不過在這裡還是要注意 然後登山鞋還是要穿 然後跟一些防曬、防紋的配備 一定都要有 所以這邊的風景非常非常的漂亮 真的非常推薦給大家 然後它是一個圓形的環狀的路線 而且基本上走一圈不會覺得 大概兩個小...一個 像我體力比較差可能兩個小時 體力比較好的話 可能半個小時或一個小時就可以了 你看這邊的風景是不是超漂亮的 大家就是都很努力的爬上來 都覺得很感動 而且有一些人是比較年長的 然後會有帶狗狗的人 基本上都是 就是非常厲害 像這種就是我們下去的路都是這樣 對 然後非常感謝自己有買這雙登山鞋 那天上真的很放鬆 像是可以聽到蟲鳴娘的叫的感覺 然後真的非常非常的漂亮 如果大家有時間 因為其實我覺得 我今天早上是六點出門 然後大概七點到這邊 然後爬上來的時候 其實還蠻快的 我好像記得好像不到三十分鐘 我就爬上來了 然後現在要回程 然後我要去吃早餐囉 然後希望大家可以有空來田中森林公園這邊走走喔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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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